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乌克兰第一夫人访问美国 泽连斯基发表夜间讲话 泽连斯基总统的夫人 也就是乌克兰的第一夫人叶莲娜 昨天已经到达美国 而且她已经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 今天她还讲要与美国第一夫人 吉尔·拜登举行会谈 叶莲娜对美国的访问非常高调 也受到了外界广泛的注入 因为这是俄乌战争开始以来 乌克兰最重要的政治人物访问美国 叶莲娜实际上是代表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因为泽连斯基曾经四年 要与她的国民共生死共进退 所以说即便向北约的会议 欧盟的会议邀请她参加 她都不能与会 而只能发表电视演讲 叶莲娜讲在明天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作为第一夫人 这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耀 她的到访呢 预计呢将会激起美国人更加热情地支持乌克兰反抗暴政 而且呢也会向这个乌克兰呢提供更多的援助 尤其是军事援助 从而呢使得乌克兰军队的状况呢 得到更快的改善 几乎与此同时 乌克兰国防部长阿雷克赛已经宣布说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给他打了电话 要给他一个惊喜 不过呢 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说呢 真正的好消息呢 回头他再告诉大家 这也许就是乌克兰第一夫人 访问美国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此外呢 是泽伦斯基呢 发表夜间讲话 自从乌克兰受到侵略以来 泽伦斯基总统呢 他的主要的工作呢 其实就是演讲 演讲呢 实际上是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应该这样说 核武器的力量虽然庞大 飞机坦克航空武器的力量虽然庞大 但是呢 从某种意义上 在某种时候 他都比不上演讲 因为演讲呢 能够动员成千上万人 甚至数以千万计的人 投入到一场战争当中去 他体现的威力 那是真是比任何武器都要厉害的多 泽伦斯基呢 每天呢 都会对国民发表一篇演说 而且呢 他几乎是能翻的对世界各国的议会发表演说 泽伦斯基的演说呢 极大的鼓舞了乌克兰人为自由而战的勇气 应该这样说呢 泽伦斯基呢 现在已经成为呢 乌克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说家 也是人类当代最引人注目的演说家 中国的这个政客呢 其实是完全不会演说的 他们甚至连正常的讲话都讲不好 无论是毛泽东 周恩来 还是邓小平 或者习近平 就连秘书班子给他起草好的稿子 他们都念不好 而从这个古希腊或者古罗马开始呢 欧洲的政治领袖甚至军事家 都把演说呢 是当成第一重要的工作 我还记得游里乌斯凯撒 他每次战斗之前呢 他都会直接的对罗马军团发表演说 激励大家应有作战 我曾经在曼哈顿 参观过这个格伦布日 那里面有大量 就是罗马军团装束的 这个方针在那游行 我感觉那样的军队 如果有优秀的将领 像凯撒那样发表演说 再加上那个雄壮的音乐 那个进行曲 那会使所有战士们 舍死忘生 拼命冲杀 一定可以战败敌人 泽伦斯基呢 应该说呢 他继承了西方这个伟大的传统 昨天夜间呢 他突然发表了一场 加了一场演说 这是因为呢 俄乌战争的真正的转折点 来到了 泽伦斯基昨晚说 乌克兰军队呢 已经给俄罗斯侵略军的后勤系统 以致命的打击 俄军呢 已经很难守住 他们侵占的领土 而乌军呢 正在一步一步的推进 这个呢 是符合事实的 最近几个月来呢 俄军 虽然先后在 195在这个北邓尼茨克 以及利西昌斯克 发动进攻 并且通花了几个月时间 像这些地方 每天都发射几万枚炮弹 最终夺取了这三个城市 但实际上这只是三座废墟而已 俄国人并没有得到什么 只是得到一种虚荣性的 象征性的成就 而实际上在南方地区呢 乌克兰军队解放了 一千多个定居点 获得了大量的地盘 所以说呢 乌克兰人才是 最近这几个月战斗的取胜者 更何况呢 乌克兰基本上摧毁了 俄军的后勤系统 以至于现在俄军在前线 每天只能发射几百发炮弹 只有大概十天以前的 发射炮弹数量的 百分之一左右 泽伦斯基指出 战争的前景呢 已经非常明朗了 那就是呢 乌克兰军队将把国旗 插在每一座属于乌克兰的城市 和城庄的上空 也就是说呢 通过这篇讲话呢 泽伦斯基已经给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定下了这个调子 那就是要夺回每一层领土 尤其是克里米亚 泽伦斯基在讲话中还强调 我们现在唯一需要的是时间 所以呢 要求大家耐心 并且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正在调查的乌克兰安全总局 和这个最高检察院的亲俄案 泽伦斯基说正在考虑解雇 而是八名官员 因为这两个部门呢 的确出现了大量的叛徒 甚至呢 可能其中有一些人呢 被俄罗斯间谍收买 另外一个消息呢 也很重要 那就是美国国会议长 讲访问台湾 南希佩洛西呢 今天宣布她将在下个月 正式访问台湾 从而成为25年来访问台湾的 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 佩洛西呢 其实本来上次她在访问日本之后呢 就准备访问台湾 但是不幸的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未能重新 甚至当时呢 也有一消息说呢 有可能是中共特务特地向她下毒 使得她感染 中共目前呢 正在筹划侵略台湾 因为大家也许还记得 按照这个俄罗斯透露的机密 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那时候呢 普京与习近平在北京会晤 普京说呢 他想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而习近平呢 则说呢 他想在今年八月份攻打台湾 从这个总统迹象来看呢 这个中共呢 一直在为此做准备 因为习近平呢 就是想要连任 也就是成为终身 这个中共的这个总书记 或者中共领导人的一个条件 就是当年他向元老们提出 向中共中央提出 并且获得了支持的 那就是他统一台湾 他要完成 毛主席都没有完成的统一大业 所以说呢 习近平呢 把这个统一台湾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哪怕中国 为此呢 付出巨大的代价 甚至呢 中国经济崩溃 甚至呢 中国大量的人死亡 千百万人死亡 他都不会做考虑 只要能够拿下台湾 他就可以成功的成为终身统治者 所以说呢 这个这次佩洛西呢 八月份的访问呢 以我看呢 是针对这个习近平的 通过这种方式呢 他也许是美国呢 向习近平发出警告 不要轻举妄动 美国的注意力 正在高度的聚焦于台湾 毕竟呢 现在美国和日本都可能呢 在这个中共的清台战争当中呢 出力帮助台湾捍卫自由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日本野城证券 说呢 中国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我们知道野城证券呢 是日本最大的投资公司 它几乎就相当于日本的华尔街 在日本经济领域呢 是举足勤奏 野城证券呢 对中国经济的观察 一向准确犀利 因为它在中国呢 可能有大量的调查员 昨天呢 野城证券呢 发布了分析 指出中国现有41座城市 仍然处于全面 或者部分的封锁状态 这包含了2.64亿人口 而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走量呢 要占中国的百分之十八点七 也就是说呢 他说呢 这百分之十八点七的中国经济呢 已经陷入停滞状态 一个礼拜以前的中国呢 是三十亿座城市受到分控 覆盖了2.475亿的人口 占中国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七点五 也是陷入到停滞状态 这些具体的数字 提醒全球的投资者 中国经济形势正在进一步恶化 要及时采取对策来减少损失 比如说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能撤出来的就撤出来 千万不要再对中国追加投资 实际上呢 上海的这个清零政策呢 导致它的经济损失了14%以上 中国呢 最近也公布说 这个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 只有0.4% 这实际上都是假数字 中国经济应该衰退了 可能达到三分之一 因为中国的大量城市呢 损失呢 比上海更严重 但是这些城市默默无闻 外界不太清楚 而且呢 中国经济呢 现在呢 它的这个真实的状态呢 没有任何人能够得知 但是呢 我们呢 从这个蛛丝马迹里就能判断出来 比如说中国人现在普遍的贫困 消费不振 就是说呢 大量的商场 甚至一半的以上的商业活动 都限于停滞状态 即便如此 商店里仍然门可罗雀 还有呢 中国的人的工资呢 现在已经下降到9块钱 10块钱一个小时 这还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而在一些落后地区呢 工资的水平已经下降到每小时5块钱 6块钱 这个呢 差不多呢 下降了一半左右 要知道 这个工资水平 更能够衡量中国经济的实际状态 就像美国的工资水平 也能够衡量美国的经济状态一样 可以说几年来呢 美国人的工资呢 增长了 我的直接观察呢 是20%以上 所以说呢 美国人 美国经济是非常健康的 强劲的 而中国人的工资水平 下降了一半左右 就说明中国经济 总体上也下降了一半左右 所以现在 элемENTS 明镜会订阅 我靠给你 然后我们拗到 我们再带